谦虚就像一面镜子,能够映照出一个人的修养、道德、气质和风度。 谦虚的人往往把自己的心态放得很低,他们善于发现他人的长处,并努力去学习,使得自己的修养不断增长,人生境界也随之提升。 在现实生活中,一个人的谦虚不仅能使自己具有君子的风范,还能让周围的人从内心深处产生敬意。 谦虚是人的一种美德,它不仅能够有效地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矛盾,还能够促进社会风气的和谐。 菜根坛中有句话,路经窄处,留一步于人行,滋味浓食,减三分让人长。 这正是谦虚做人的体现,低调行事的态度。 然而,在现实中,有些人总是自视甚高,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,骄傲自满,狂妄自大。 尤其是在取得一些成绩后,他们往往沾沾自喜,觉得无人能及。 这种态度使得他们的声音虽大却空洞,行为狂妄自大,总是自以为是目空一切。 这样的人,其人生道路往往充满坎坷,因为无知者的狂妄,一旦蒙蔽了双眼,就会走上骄傲自满的道路。 而那些睿智的人则懂得谦虚,他们不断反省自己,处事谨慎,因此取得成绩也就不足为奇了。 所以说,谦虚是成功的一个不变法则,正如山不会自夸其高,地不会自夸其后,水满则意,月满则亏。 做人一定要谦虚谨慎,借交借造,不自满自傲,不自以为是,不要去苛求别人,要想活得通透,就要接受现实,顺其自然。 不要试图去教育或改变别人,而是要自己醒悟,悲喜自渡,人生的执念不要太深,对于那些无能为力的事情,交给老天就好。 无论如何,自己的人生要自己做主,当你迷茫或颓废时,真正能治愈你的只有你自己,与他人无关,看开,看淡,释怀,这是人生的三件法宝。 明白了这些,就能顿悟,减少痛苦和烦恼,世事无常,岁月无情,世事难料,漫随流水,只有放下让你痛苦的事情,才能拥抱幸福和快乐,只有放下心中的芥蒂,懂得感恩和慈悲,才能真正解脱。 人生中的爱恨情仇,都不要太执念,人生如梦,却要自己清醒地度过,余生放下负累,轻装前行,不要苛求完美,无需改变别人,让自己安静下来,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风景,这才是人间值得。 人生就像一场漫长的旅程,充满了未知和挑战,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的态度和选择将塑造我们的人生轨迹,当我们选择以积极和乐观的态度面对世事, 这些态度和选择最终将成为我们性格的一部分,影响我们的决策,决定我们的人生走向,成为一个正能量的人。 意味着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,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,看到希望和可能性,这种积极的态度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克服困难,还能够激励和影响身边的人。 当我们散发出正能量时,我们能够吸引到更多正能量的人,形成一个正面的循环,共同成长和进步。 在人生的旅途中,我们都希望能够遇到那些能够照亮我们人生,给予我们支持和鼓励的人,这些所谓的命中贵人,可能是我们的家人,朋友,同事,甚至是那些在某个时刻给予我们帮助的陌生人。 他们以他们的存在和行动,给予我们力量,帮助我们克服困难,实现我们的梦想。 愿你我在人生的旅途中,不仅能够成为别人的命中贵人,照亮和温暖他人,也能够遇见自己的命中贵人,与他们结伴同行,共同面对人生的挑战, 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和充实的人生。 无论前路多么坎坷,只要我们保持积极的心态,相信自己的力量,我们就能找到前进的方向,实现自己的梦想。 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也会遇到那些试图消耗我们能量,给我们带来负面影响的人,这些人可能是我们的朋友,同事。 甚至是家人,他们可能会通过批评、抱怨、指责等方式,试图让我们感到沮丧和无助。 我们要学会分辨这些人,并学会与他们保持距离,保护自己的能量和情绪。 我们要明白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和目标,我们不能为了迎合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幸福和满足感。 我们要寻找那些能够理解、支持和启发我们的人,与他们建立深层次的联系。 我们才能在人生的旅途中,找到真正的支持和鼓励,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。 人生是一场旅程,我们要学会面对世事,保持积极的心态,成为一个正能量的人。 我们要学会分辨和选择与我们志同道合的人,与他们共同成长和进步。 这样我们才能在人生的旅途中,找到真正的幸福和满足感,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。 用一颗平常心品味人生,你会发现自己的内心更柔软,更懂得生活的真谛。 人们一直在寻找一方净土,以求净化自己的心灵,享受快乐的生活,只有以平常心的心情品味人生的味道,才能让自己的内心更加柔软。 培养出良好的世界观,人活在世上,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,会遇到许多意外的麻烦事情。 有时候,我们可能会因为某个事情无法释怀,而生出许多烦恼,甚至因此而埋怨自己或别人。 人们会抱怨上天的不公,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福的人。 然而事实已经发生,我们无法改变结果,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态。 当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边时,我们应冷静下来,好好思考,以一颗宁静的心对世界微笑。 佛陀常教导众生,诸恶莫作,众善奉行,自尽其义,是诸佛教。 佛家教导我们的思想是不做恶事。 多行善事,就会得到好的结果。 人生难免有意外。 如果这些意外带来了不好的结局,可能会导致人的意志消沉,甚至从此一蹶不振。 面对这种情况,佛家开解人们要有一颗清净之心,从容地面对生活中临时出现的各种磨难。 快乐的生活,面对失败和挫折时,我们一笑而过,然后重整旗鼓。 面对误解和仇恨时,我们一笑而过,然后保持本色。 面对赞扬和激励时,我们一笑而过,然后不断进取。 清净心直中德本,一切功德从清净心中来。 世间法也靠清净心,心一定要清净,才能活得洒脱。 没有烦恼,心清净的一个含义就是不可测,无障碍。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,因为人们的心境太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。 恶人受丑陋之心的牵引而做坏事。 普通人也可能因为执着心,愧疚心等,而使自己陷入痛苦无法自拔。 如果人对于外界的事情心有挂碍,并由此生出了懊恼心,那这颗心就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。 如能清除忘心,回归真心,则学佛之人必修成正果。 世俗之人也能除去烦恼,自在逍遥。 真正的勇者,该前进时就绝不退缩,该退后时也绝不鲁莽。 真正有胆有识的人,该出手时绝对不能退缩,不能有半点畏惧之心。 他们总是那么镇静。 淡定和镇静不仅为世人所追求,也是佛们修炼的一门心法。 只是他们善用佛法表达。 我曾对世人说过,遇事只一味镇定从容,虽分若乱私,终当就许。 待人无伴豪角伪欺诈,纵角如山鬼。 一字献成,有一年的年景特别不好。 有良知的人都在想方设法筹集资金救济穷苦之人。 佛教界的人士也想做些善事,以感谢平日里乡亲们的相助。 于是请了戏班,希望募捐一些钱。 演出当日,他们还请了附近寺院里的僧人。 在这些僧众中,有一个学僧刚入到没有多久。 他觉得僧人是不该看这些东西的,本不想去。 但是住持要求所有人都得出席。 他只能勉强跟着去了。 在节目表演时,他紧闭着眼睛,正经危坐,似乎周围的一切都根本不存在。 表演中途,佛教界的代表出来招呼观众募捐。 这位学僧站出来反对说, 我进来后就一直闭着眼睛, 根本不知道在演些什么, 所以没有必要捐助。 代表一听乐呵呵地说, 如果是这样的话, 你应该比别人多捐一倍才行。 学僧不解地问, 这是为什么呢? 代表解释说, 别以为你不看不闻就无事了。 主要的是心动没有, 你没有看表演, 但是听到人们的嬉笑, 你一定会猜测。 所以你在心里看了, 想了, 能够骗人的不只是眼睛, 耳朵, 嘴巴, 还有心, 而且眼睛, 嘴巴, 耳朵只能骗你一时, 但是心却会骗你一辈子。 所以无论何时, 我们都要诚实地面对自己内心的矛盾和污点, 不欺骗自己, 无论何时何地, 内心的镇静才是真正的淡定, 一件事情是否流于形式, 只有自己的心知道, 成熟饱满的骨子总是低着头, 越是真正有内涵和能力的人, 越是低调, 沉着, 安静从容, 我们需要学会从容地面对这个世界, 用知足宁静的心去面对一切得失, 在讲佛的时候, 一位居士问我如何能平复心中的怒气, 我劝告他, 逆境顺境看金度, 灵洗灵怒看寒养, 持身功累, 聪明睿智, 守之以鱼, 道德隆重, 守之以千, 喜怒哀乐是由自己的心情而定的, 快乐的门只为聪明的人打开, 心中充满怒气和疑惑, 则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快乐, 有一位小和尚总是愤愤不平, 为什么师父总是喜欢偏袒其他师兄弟, 而将我放在一边不管呢? 天长日久, 小和尚开始过得不快乐, 而且做什么事情总是失衡, 不是说这个不是, 就是埋怨那个不好, 师父知道之后找到了他, 给他讲了下面这个故事, 从前有一个叫不平衡的国家, 在这个国家里, 所有的人都有一个特性, 就是丧失了平衡感, 不仅走路不能平衡, 而且心态也是失衡的, 所以人与人相处时, 天平总是会倾斜, 矛盾不断, 国王很苦恼, 但是始终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, 只得整天忙着去处理那些失衡的事件, 不平衡国的国王在选举时有一个传统, 在大选之日, 人们会在悬崖中间搭起钢索, 只要能走过钢索的人, 都可以成为国王的候选人, 每当赶上大选, 国内的人都紧张得要命, 因为按照规定, 每一个城市都要选出一个代表来参加大选, 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得到这个机会, 有的人甚至害怕得要死, 因为他们自身的不平衡性很可能让他们落入悬崖, 规定的日期快到了, 其他城镇都按时派出了代表, 但是有一个城却一直找不到适合的人选, 人们根本不愿意为了王位冒险, 万般无奈之下, 城内的头领找到了一个叫救随义的人, 救随义是一个极异被别人说服的人, 所以头领才会找他, 并找了各种让他参加的理由, 救随义果然同意了, 当名单确认之后, 国家开始派出专门的人帮他们训练, 并设置了各种保护措施, 但是救随义却没有参加任何的训练或练习, 反而照常过他本来的生活, 大选的日子终于到了, 但是在参赛前, 很多人不是负伤就是摔死了, 最后只剩下了三个人, 其中就包括救随义, 在决赛时, 他们抽了顺序, 救随义最后一个上场, 除了救随义, 其他两个人看起来很紧张, 并在脸上流露了出来, 第一个上场的人显然比第二个人要自信得多, 因为在参赛之前他经过了无数次的训练, 他讲这一次一定可以走过去, 第二个人很担心, 因为参赛前他曾无数次的从上面摔了下去, 所以他深怕自己这次会送了命, 而就随意呢, 还和平时一样悠闲自得, 而且还在赛场轻松地喝着热茶, 同城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, 纷纷问他, 你怎能这么悠闲, 他说我知道得很清楚, 我对走钢索一窍不通, 即使努力练习也于事无补, 肯定会死, 既然这样, 为什么不睡好一点, 为什么不如往常一般的自在呢, 终于轮到他上场了, 但是现场的人都看傻了眼, 他走得非常好, 没有人敢相信这是事实, 就随意走到对面后, 自己也吓了一跳, 就这样就随意成为了该国的新国王, 事后很多人向他讨教秘诀, 他说, 其实随意就行了, 当你向左边倾斜时就向右一点, 向右倾斜时就向左, 就是这么简单, 小和尚听了故事之后顿悟, 其实生活和走钢丝一样, 永远不要流于极端, 当我们痛苦时就想想往日的美好, 当我们付出没有得到回报时, 就想想曾经自己也得到过别人的帮助, 当我们认为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, 不要忘了还有一个高贵的灵魂, 如果我们尝试着用这种方式来生活, 很自然的, 当我们走到某一扇门前, 不用敲门, 它自然就会自动打开, 世间人本来就活得不容易, 既要承受种种外部的压力, 又要面对自己内心的困惑, 为了缓解这种压力, 排除内心的困惑, 人就需要修行自己的内心, 给自己的心一片自由的天空, 有人问我修佛是不是为了避世, 我这样回答他, 常人见学佛法者多居住山林之中, 与世人含有往来, 虽以佛法为消极的、厌世的, 此说不然, 学佛法者, 故不应迷恋尘世以贪求荣华富贵, 但亦绝非是冷淡之厌世者, 因学佛法之人皆虚法, 大菩提心, 以一般人知苦乐为苦乐, 抱热心就是知宏愿, 不为非消极, 乃是积极中之积极者, 虽居住山林中, 亦非贪享山林之清福, 乃是勤修, 戒定会三学, 以预备将来出山就是知资俱耳, 与世俗青年学子在学校读书为将来认识之准备者, 甚相似, 心宽世界就宽, 心有多大, 舞台就有多大, 一位前来拜师学到的修行之人问禅师, 师父要怎样才能丈量初心的大小, 师父缓缓地说, 现在你把眼睛闭起来, 在心里面用你的意识去铸造一根毫毛, 记得要用一分钟的时间造好, 于是修行人闭起了眼睛, 一分钟后师父问道, 你心里面的毫毛造好了没有? 修行人回答说, 造好了, 我在心里造的这根毫毛又尖又细, 而且完全将它的形状想清楚了, 师父对它进行了一番表扬之后, 又对修行人说, 现在你重新在心里面造一座宝塔, 记住也要在一分钟之内完全塑造好, 修行人又遵照师父的指示, 闭上眼睛重新在心里塑造了一座巍峨的宝塔, 而且他将塔的形状、大小、颜色, 甚至哪个地方用琉璃瓦搭盖, 塔内的装潢设计、摆设等, 都想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, 师父微笑着对他说, 现在你该知道心到底有多大了吧, 在同样的时间内, 既能塑造一根毫毛, 也能造一座高楼大厦, 所以心的大小是完全可以掌控的, 如果我们把心收缩到很小, 那么只能塑造毫毛, 如果把心无限大地扩张, 跟虚空宇宙一样浩瀚, 我们的心就会变得无穷无尽, 就能承载任何事物, 每个人的心都和佛陀的心一样, 可以伸缩自如, 所以我们要在平日里扩大自己的心胸, 包容天地纵横固今, 如果你能把心扩大到无穷无尽的时间, 空间里面, 那就是修行了, 但是要切记, 扩大心胸, 构筑人生, 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去实现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